俄乌战争应该尽快了结 各方利益10月底前 权衡妥协在可能范畴的最大利益化 尤其是当事双方 俄罗斯是真实的当事一方 他的利益维护及把持 不会有太大的上下空间 但是乌克兰 尤其泽连斯基 完全是当事一方的代理人而已 自己能在最后决策上的话语权 非常有限等同于无 尤其泽连斯基没少得罪川普同志 川普同志是一个小心眼 爱记仇的好汉呀 挨了一枪不穿鞋都能站起来 喊出三声 干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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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连斯基很清楚此点 近来对川普几经软硬兼施 当前是越来越软 翻了几次梯子了 川普同志可能没看一眼 反而和普京那边隔着山都能看出秋波 还一波又一波 倒不是说川普同志和俄罗斯有一腿 只是很确认 川普这个商人出身 很知道协议 合同只和能签署的人谈的道理 普京是 斯基不是 当前主要利益 我看是三方 俄罗斯 美国 欧洲 多方会加上中国 土耳其 白俄 波波 德法英美 及世界范畴 真正能协议决定的 一定是利益上的获得与放弃 分析一下 一 俄罗斯 安全 领土 至少四周 甚至更多要求 然后是确保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不布设军事防御与进攻设备 即不允许依托乌克兰做情报 军事科技方面的事情 即保障能源管道 国际贸易 俄罗斯国际待遇的恢复及补偿 二 欧洲 安全 金钱补偿 无非是尽可能想在乌克兰设立军事设施 即希望俄罗斯能源上补偿 三 美国 目的就是消耗俄罗斯 扩大自己势力范围 同时 在俄罗斯的威胁下 对欧洲达到更好的控制及分化 四 我们中国没什么具体要求 但能消耗牵扯美西甚至 乐见其成 未来只要不排斥中资 不公平对待中国在乌克兰利益 未来国际或跨境贸易就差不多了 五 其他国家 土耳其 波波 德法英 白俄都会跟着这个那个 六 乌克兰 没有话语权 抱歉 就是如此残酷 但其实这次和韩战38线差不多 你说谁是战胜国 我觉得是俄罗斯 你不同意没事 可以探讨 所以我觉得 所有决议 妥协都是在等着俄罗斯同意 看着欧美妥协的框架下进行的 我觉得对欧美最大利益签署会是如下 一 乌克兰东部四周 及克里米亚完全法律上归俄罗斯 以为太多 呵呵 人家要何东你能说啥 要全境都不无可能 甚至旁边那个小国挨揍都可能 我说的不是波波 不是立陶宛 四周是最好协议了 二 承诺乌克兰永久不会加入北约 不会部署任何大型军事防御及进攻设备 不会设立任何可占用的情报 或科技机构或团队 这是俄罗斯底线 去不消灭乌克兰吧 三 确保俄罗斯能源及贸易通道安全及保障 四 对北溪提供象征意义上的赔偿 五 解冻 归还 补偿俄罗斯国际上的财产与资格不再受限制 六 所有交通 轮体 人员往来不再受限制 七 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在乌克兰 其实战败方胜的无非是重建 和原有资源再分配 未来所得支配权 这些估计都会被美国及西方掌控 而且有水大大的万年基业 强烈建议大家赶快在川普上台前 自我搞定 不给川普同志留蛋糕 更不给川普留下分蛋糕的权利 那样 当前的第一权利人俄罗斯利益进出不会太大 但第二权利人欧盟的利益会大大减少 而且关键还不是美欧争夺剩余利益瓜分 川普同志很会让合作伙伴相互自我竞价 压制 不信任 分争 然后他以决策者 平衡者 判决者 甚至是最大话语权 最大股份掌控者身份出现 然后很不常理 很不公平的迅速搞定 为未来再诉讼 争端留好随时开始 停止 渐进 需要的介入切入端口 欧盟自己想想 你们现在谈得法为主 带上音译 带上其他 还能比较欧洲利益有道理的瓜分妥协 但如果等川普同志来 首先人家会吃大块蛋糕 还要他来切分蛋糕 还会故意 貌似乱来无序 其实是有意为之的不公平分蛋糕 就是要维持欧盟内部不团结 问问英国脱欧如何 哪个阶段进展最大 最快 再看看欧元的兴起 欧盟的巨大进展 又是哪个阶段 欧洲何时团结 欧洲何时开始分杂 纷争最大 欧盟还要见过同志来吃蛋糕 分蛋糕吗 其实当前世界好像都约好了似的 在傻乎乎等着川普回来 两个战争立刻停止一个 另一个搞不好也能停止 都等川普来开灯 关灯 拜登 凭啥呀 呀得多得意呀 以后四年咋处啊 干脆就先了结了 俄罗斯 欧盟 老拜登也有这个需求啊 花那么多钱 凭啥使是我拉的 让你去肥田啊 所以当前各方应该都有这个需求 赶紧着 别慎着 趁川普同志没上岗 赶紧着分蛋糕 吃蛋糕 给他留一个party的尾声就好啊 咋没人想到这个呢 都等着 凭啥呀 快分 赶紧着 不给川普同志留蛋糕 更不给他分蛋糕的机会 帮我估计材